如果人家信佛 你讲到生死的问题 他马上迷信了 迷信了 迷信了 跟他两目的一半 他就是用这些话 来顶撞你 然后来讥笑这些习佛的人 然后你问他 习佛是什么 分开人啊 什么都不知道 习佛是什么 也不知道 目的是什么 不知道 佛话讲什么 不知道 你一问他 他什么都不知道 你叫他批评他 什么都知道 众生 释迦摩尼佛讲的 众生是很可怜的 就像你不了解我的立场 我不不了解你的立场 互相攻击批判 这没有什么意义的 没有什么意义的 是吧 那么 我们讲这十四讲表的 第五讲表 这是一个轮廓 对生跟死一个很大 深入的认识 深入的认识 好 所以打开这个讲表 人生三季之洁密 人生三季之洁密 就是这个洁密 就是把它开发出来 把它说出来 人生三季就是过去 现在 未来 基督教他是讲 就是上帝创造的 今生今世 还有来世 他不讲过去的 基督教他没有讲过去 所以他没有 没有因果的观念 没有这个前因跟后果的观念 他建立的理论就是 一个上帝 一个现在 上帝把你创造出来一个现在 然后现在的行为 作为将来 上帝审判你的依据 你时候还要审判 这是基督教 天主教的思想 二世的观念 佛教他不是 他是讲过去 现在 未来 所以三季是指 过去 现在 未来 那么就是要讲 生的以前是什么 生到死中间的过程 死后的情形 那就是讲 这一讲表 这一讲表 无论到哪一个大学 去上课 都引起很大的反应 所以台大选这个 生死问题 是很贴切的 非常贴切的 我们要冷静一下 我们从 专有的知识 领域里面 我们能够体会什么 只有一种情形 就是为了生活 为了思想上的进步 可是在 佛法上里面 它现在 马上就否认掉 我们所有 思想上的思维 都会落入主观意识 都会落入 恶元的对立的存在 所以人 永远痛苦 永远斗争 西洋的这些 罗素也好 亚里士多德也好 布拉图也好 或者是 东方的这些 老壮的这些思想 他所能讨论的 所能讨论的 也是一种 某些上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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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论到最后 世界突不破了 就叶束缚 唯物论的 就攻击唯心论 他认为 一切心的表现 必须在物的形体上 而物直接影响到心 所以物是比较重要的 唯心论里面 就谈所有物质现象 如果没有心底上 得去感受 所有的物质现象 都没有什么作用 有的讲 心物合一论 物心各一半 就佛华讲的 色心各一半 那么有的人讲 非心非物论 你说讲心也不对 是讲物也不对 无论是心物合一 无论是唯物唯心 在这些里面来讲 他都有一个 没有办法解决的 就是圆满的答案 没有办法圆满的答案 佛华不是唯物 也不是唯心 也不是心物合一论 也不是非心非物论 叫做绝对论 绝对论 如果说用一个 贴切的名词直接 去让你感受说 佛华讲什么 直接讲就是 绝对的唯心论 什么就是绝对的唯心论 就是无真 可以平息一切的争论 可以平息一切的争论 你的意见 跟我看法不一样 我尊重你 我没有必要一定改变你 只要你不杀了 你不放火 不违背国家的法力 为什么 所以在佛教的眼光里面来讲 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绝对没有办法避免的 人从无死接连 生活在一种主观的 强烈意识形态里面 每一个人 他都会肯定自己的看法 老师跟学生也会斗争 学生跟学生也会斗争 父母也会斗争 同学也会斗争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他是一个很正常的心态 就是指众生 因为他有所执着 执着就会使一个人的意识 产生的分裂状态 自己跟自己过一步去 自己跟自己过一步去 不高兴 你有没有在生气啊 没有 是吧 你问他一百次 他一百次都讲他没有生气 他内心里面其实很难过 对不对 他表现出来就是很不自然 你问他 他还不承认 就是矛盾 每一个人都记住有多重的人格 事实上他没有办法调伏 内在的理性跟感性 所以他永远生活在一种水生活的当中 你本身就有问题了 每一个人都有病 释迦牟尼佛讲的 每一个都有病的 只是重病跟轻而已啊 多病跟少病啊 每一个人都有病啊 没有生病的几手 没有生病 你三天不吃饭 你试试看 所以你出生就有恶病 恶了你就会生病 你不吃你试试看 出生你就必须生病 在内心里面贪心 无明活生气 这也是病 你知道啊 这个病看医生就不会好了 这个就不能看医师 要看法师 所以你要讲 我们法师也是医生也对 我们这样治疗 这个心理状态的东西 所以啊 这个三四因果的观念 我们把这两个钟头 好好的 然后谈论 注意看这个讲表 假 假 双重 因果 好 笔拿起来 我叫你抄 你一定要抄 不管你听得懂 听不懂 你回去才有印象 你现在你不抄 回去看一片空白 你以为你头脑很好 回去又忘了 都是这样子的 现在听当然很清楚了 久了一个月后看 看不懂 什么东西叫双重因果 把笔拿起来 写果中有因 因中有果 所有的果报里面 它都里面有因 所有的因定里面 它必须有具足有果 这话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桃子 你吃完了这个桃子 桃子里面有壳 壳就是种下去 这个双重因果 这个双重因果 果中有因 因中有果 名为双重因果 双重因果 那么这个双重因果 比较容易解释 我们生生世世的观念 这些理念 我们现在就是果报 我们前世造了恶业 有的造善业 所以我们现在的果报 是前世造的 有的人一出生 就有钱人 有的人一出生 就残障 有的人一出生 就到非洲去 哎 鬼谷黑乔乔 黑到会发金 这样 他也不希望这样子 对不对 他也不希望 这样黑乌乌 这样这么坏看 对不对 是吧 晚上闪光灯一照 只有衣服 没有看到人 你没看过黑人照过相啊 黑人照过相 穿一个白衣服 头都不见了 只有看到衣服 如果黑人犯的通计 你分不出来 都是黑乌乌的 都是一样的 是吧 他自己感觉 黑人怎么看的 不怎么漂亮 怎么看的 怎么不怎么漂亮 是不是 那我们还有福报 还轮廓分得很清楚 是吧 这是为什么 你怎么不会变黑人 怎么会变白人呢 是吧 那么如果是基督教的思想 天主教思想 二世的观念 他就会说 上帝的杰作 做人奴隶的人 没有艳缘 你只要通过信心 用你的感性 你不会通达理性 因为上帝是绝对的存在 他的绝对存在 他的权威 造成你必须直接接受 的观念 佛法不可以这样子 佛法怎么可以直接接受 你的观念呢 是不是 不可以这样子了 我可以问我自己 我怎么来的呀 上帝有没有礼物 把我创造这么矮呀 很不起眼 为什么这么多病啊 这个都 如果在观念里面来讲的话 有的人他能接受 基督教 天主教的思想 二世的观念 接受灰教的思想 这我个人来讲 我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我并不排斥人家 我没有办法接受 二世的观念 所以我接受 三世的观念 普天下 没有一个貌相是相同的 就是说貌相相同 心理也不一样 心理也不一样 我常常就思维 上帝 凭什么 又为什么 要把每一个人 创造的不一样 他凭什么 有的人出生 严重的残障 难道他愿意这样子吗 他从小就是残障 他没有理由抗计 如果他会讲道理的话 他会跟上帝抗议的 你把我创造出这个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事情 在基督教来解释 很难 很牵强 非常勉强 我就是上帝创造的 我在赞颂 我博物在他面前 我博物在他面前 我博物赞颂 我越承认自己的罪恶 也能显示上帝的存在 跟伟大 这在佛法里面来讲 释迦牟尼佛也不允许你 这样子的 我们顶礼佛陀 不是顶礼他什么圣人 你错了 不是顶礼他圣人 是顶礼他发现这个真理 有这个法 佛法 真理是不能创造的 真理不能创造 真理是发现 他被发现 如果是真理 是不会随着 时间空间改变 而是佛陀 这真理早就存在 这个宇宙 只是他先觉悟 他先觉悟 所以真理是被发现 而不能被创造 任何被创造的东西 他一定会被毁灭 一定会被毁灭 所以真理是被发现 并不能被创造 既然是真理 得永恒的存在 只是你悟跟不悟 悟跟不悟 如果你悟了 那就发现真理 发现本来的面目 禅宗讲的本来面目 你不悟 那你永远是凡夫 永远 永远 所以这个双重因果 你就打不过 你永远打不过 你在哪一个角度都有办法解释 所以这个佛法 那个伟大的地方就是 这个理论很坚强 你没有办法去突破他的 结婚以后 他不满 对他的老公不满 你把孙子嫁给你这个 那我问你 你别人为什么不这样 你偏嫁给他 你把酒脱汤 你有问题 你为什么嫁给他 我不知道啊 他对我很好我就迷迷糊糊的就上钩了 其实自己很喜欢 对不对 你问他 为什么会结婚 他也讲不出所以来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茫茫然 缘分一到 那你没有办法 逃不掉的 缘分不到 你勉强勉强不得 佛法讲因缘果 所以佛法里面他讲的 还有一个更厉害的 就是缘 缘 因到果中间 还有一个缘 这个才是厉害的 这个佛法讲的是无懈可及 无懈可及 缘是什么 造恶是不是一定受恶的果报 那不一定 还有一个缘 还可以忏悔 很简单 这个因就像种子 你这个种子种下去的时候 是不是一定得到果 那不一定 如果没有水分 你怎么得到果呢 没有毁了 你怎么得到果呢 对不对 我今天造业 造恶 可是我可以求忏悔啊 我可以求忏悔 我拜佛念佛 从此又不造恶业 虽然会感到恶的果报 但是比较轻 会比较轻 所以说还有一个缘 这个最重要就是控制这个缘 所以说有的人了解佛法 他就可以改变命运 有的人没有研究佛法 他就会受着算命的人的安排 只为斗数 那些算命的人就赚大钱了 赚大钱了 所以算命的告诉我 因为我的归义徒弟也有算命的嘛 他说师父你们这种命算不准的 我们这种命算不准的 命 我们这每天都打入这个电脑啊 做善啊 行善啊 每天呢 每天都行善了 所以说每天都输入这个电脑 出来的资料当然也不相同嘛 出来的资料当然也不相同嘛 所以说有个缘 所以要结成这个果 那也不一定 意思 佛法他就讲恒大的智慧 你念经一定有效吗 那不一定啊 念经一定有效 不一定啊 念我一定有效吗 那不一定啊 你要看你造什么恶业啊 是不是 那如果说你前世杀人犯国杀了几百个 乃至说禽死亡 焚书坑儒 或者是这个当一代的皇帝 一上台杀 一直杀 李自成破城以后 对不对 杀杀杀杀杀杀 讲了七个杀字 那你 屠城 那你说来 李自成 那么这个 攻陷以后 然后他就 就念念经 阿弥陀佛 阿弥陀 杀了十五万人 那念阿弥陀就解决了 开玩笑 那佛法就变成坏人的包庇所了 没有这个道理的 没有这个道理的 所以有的人念经 还是一直生病啊 头痛啊 你这个医生 这里有台大医学院的同学啊 你医生 你认为什么病都可以治得了好吗 你认为呢 可能吗 是做医生 有时候到最后 他就会相信佛法 他说 为什么呢 这个人的病用这个药 给他吃会好 这个人同样的病用这个药 他吃不会好 怎么吃怎么不好 这个病一好了 另外一个病又出了产生了 这佛法里面讲的 业障病 这没有办法的 无能为力的 严倾在乳都卡在身上的 所以做医生 到最后他有一个感慨 这怎么一直没有办法 很难很难治疗 所以医生如果能够用佛法 加上佛法 那就更不得了了 通达内在 通达毅理 这佛法里面讲五名 五名里面有一些名 还是念医生的人 很容易就进入佛法 也比较有大智慧 去医众生的病 好了 那么双重因果 就是果中有因 因中有果 那么我们现在的 所造作的行为 语言 也影响到我们未来 也影响到我们未来 那么如果你想听个 比较深的 本来我明天 明天在台北公专 要讲大圣节德论 后来我怕又听不懂 要讲六度 讲一些禅的思想 讲波勒的思想 那么这个台北公专 就是什么什么 岩形的什么 什么广场 台北公专比较聪明 法师要讲两天 两天 要讲两天 四个钟头 四个钟头就比较好讲 两个钟头你这讲 刚刚要热滚滚就 下课了 我财大来请的时候 我跟他讲 最好是上两天嘛 上一天 上一天两个钟头 一开始要滚的时候 就凉了 好 这位看讲表 双重因果平行的看下来 过去因缘 现在苦果 现在的因缘 会造成未来的苦果 我们讲生是怎么 生从何来 死往何去啊 过去因缘 我们生是怎么来的 是因为有过去的因缘 过去因缘 那么这个过去因缘 底下 无明 无明的底下一个缘 把笔拿起来 就是条件 缘就是条件 借着这个无明的条件 无明 顾名思义 就知道 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就是无明 其实 就是我们的本来清净的本性 被盖住了 而现在被野蛮起来 我们现在没有智慧 我们现在没有智慧 我们会自己跟自己过一步去 我们无缘无故的生气 我们无缘无故的不满 你在反什么 也不知道 无明 没有智慧 所以没有开悟 一个众生只要 他没有开悟 见到自己的本性 你永远困苦 永远烦恼 永远 永远 没有解脱的一天 今天你不是到教堂去 像我们到欧洲去 其实圣彼得教堂 或者到这个圣母 什么 什么百花大教堂 去 听听圣歌 唱唱歌 唱唱歌 祷告 你能不能这样就解脱吗 你在里面没有具足智慧 没有连根拔起的去悟 谁都救不了你 这个救根不救很简单 我举个例子 一天 当你在生气的时候 我叫你不要生气 你能不能不生气 没有办法 意思就是我根本救不了你 根本没有办法 换句话说 师父也没有办法救你 我只能做一个助缘 我讲佛法给你听 能够解脱的是靠什么 靠自己 你了解这个道理 好看 这就是你要找到自己的心 你找不到自己的心 你永远没有办法 所以佛法叫做 叫做 内典 其他叫做外道 外道叫做心外求法 佛法他不是他走内在 今天你的贪心不去除 我告诉你 你唱再多的歌都没有用 你相信吗 欲望不去掉 你今天的恨不去掉 谁都没有办法救你 佛在你面前也没有办法 你恨一个人呢 我叫你不要恨你可以吗 你没有办法 对不对 你根本没有办法嘛 你今天你对一个人不满 唯一的办法 你除了觉悟 恨不能解决事情 你要放下 恨不能解决事情 你只要听我的话 放下 你就马上解脱 所以你说佛法困难 不困难吗 说很难实在是很难 你很简单 马上放下 马上得到利益 马上内心清凉 不如意的事情放下 会儿 今天来听啊 三个晚上大概可以睡得着 第四天就更更牛 就不一样了 听方法就这样子吧 三两天 所以要亲近善知识 就是这样 所以无名 无名 无名的底下一个语言字 语言字 语言字就是条件 我们因为有无名这个条件 所以我们会来出生 会来投胎 意思就是没有智慧 生生世世造业 生生世世造业 我们累积 我们这个色生 就是累积了无量的恶业里面的一分 记住哦 一分哦 维世学里面讲的就是 八世田中 有千万亿个种子里面的一颗种子 一颗种子而已 一个种子而已 那时候我们今生今世 暂时做人 暂时做人 如果你在做人当中 你不懂得修行 喜欢吃这个烤乳猪 你试试看 来世就换人家烤你了 来世就换人家烤你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了解 迷了叫做事 物叫做性 这不一样 我就要讲的 开悟的人他见本性 明星见性 就是看到那个起心动念 维系的念头 他知道这个念头就是生死的东西 我们要看一件事情 都会先动到念头 这念头就会放入我们的第八意识 俗称灵魂 然后我们生生世世就借着这个生命 每一念头的生命 这个动力去推动 然后一年会合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一个质量的东西 那么因此 我们只能借重一个物理学上的观念 可以解释这个生死的生华 跟束缚 就是职能互面 只能接这个比较适合的例子 换句话说 我们能量的生华 我们就会变成义态 或者是气体 能量的灵结就会变成义体 这是水啊 用水来解释 用水来解释 那么如果说我们悟道 那就内在里面 那个意思就直接生华 就见本性了 那么我们迷了 就一直溜到轮回 那就是意识 意识 我们所讲的意识状态 所以任何一个心理学家 他所谈到的 那只限于这个意识状态 意识状态 意识状态 任何心理学家所分析的 只能意识状态 意识就是一种分别 一种透过主观意识的 迷迷糊糊的执着 还有一种知识的观念 还有一种染污的意识形态 永远不公正 我爱我的国家 我爱我的民族 你就没有听说过 我爱全世界的人民 只有宗教家 只有宗教家 有这样讲过 只有宗教家有这样讲过 所以 家庭是小的执着 一个group 个体 是一个更小的执着 社会 是小型的团体执着 国家 是一种大型的执着 一样的 所以国与国会发生战争 社会与社会发生战争 人与人会发生战争 这个很正常 因为人不悟 他这个知识观念 是绝对除不掉的 他为了允许他的生命 为了允许他的种族 不惜一切牺牲别人 所以这些在讲 生命是残忍的 这句话很有道理 生命是残忍的 他需要吃 吃动物 就是我们出家人 也要吃植物 吃植物也算杀生 罪是比较小一点 也算杀生 植物还是有生命 还算是杀生 没办法 你不吃你就走了 往生 你不能修行 我不吃植物 我今天不能来台大上课 对不对 所以在两则 则其一 选择一个 我们还是要吃 我们还是要吃 所以很多的外道的 问难我们 你们佛教讲不杀生 可是那植物也有 有灵性 那么也有生命 你为什么要吃 要吃 你们不是犯杀生吗 对我们是杀生 没办法 要不然你讲我们吃什么 你讲啊 你缓驳我们 那你讲教我们吃什么 你教我们每天喝水 我们又不是广青堂上 还是吃空气 对不对 没办法 当然要吃啊 总比你吃那烤乳猪 来得慈悲嘛 对不对 见其身 不能见其死啊 闻其身不能食其肉啊 儒家的思想 也是叫我们不要杀 我们是佛教的思想 对不对 不要用这种问难我们 底下一个 无名的底下一个 无死烦恼 烦恼 这个烦恼是书念的 书念的再多的人还是烦恼 书念的再多的人还是烦恼 知道啊 好 我现在要画一个图 然后你要注意看 你要注意看 这个图啊 简单可以来解释 一个一种现象 意思就是说 我们内在里面 心 这个 就像一个储藏器一样 它装了很多的种子 那种冲动性的种子 恨 不满 嫉妒 贪 的种子 是吧 很多 我们生活 我们是生活在一种意识状态 换句话说 我们的意识状态 是没有办法去觉悟到 这个维系的种子 没有办法维系的种子 维系的种子 是吧 意识 然后 意识的形态 我们用意识的形态 去学习 就产生一种教育 所以 教育跟意识 我们俗称理性 世间人认为这个是理性 但是理性的本身 是因为后天的交易 让我们产生一种行为跟道德的规范 告诉他 告诉各位 如果有一天 他一爆炸出来的时候 读大学也会杀人的 你读博士也会杀人的 你相不相见 读博士也会杀人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教育都是一种累积的错误观念 为什么叫累积的错误观念 你讲这个是茶杯 从小这个讲这是茶杯 这就是茶杯 你不能改的 你讲这个是桌子 他搞不清楚的 这个茶杯是真的茶杯吗 英文不是这样讲的 你讲这是花 从小这就是花 就不能讲树 他那个对名字上的严重的执着观念 产生他一种 认为这是理性的东西 意思就是吸收这些假的名词 囤积在我们内在 然后运用这个假的名项生活 然后他从来不发现 内在的一种错误的思想 从来不发现 从来不发现 所以意思就学习就是教育 外面一层就是教育 教育 所以他那个教育是外表上的东西 他不能连根拔起的 从内在里面除掉这个 恨除掉这个愚痴 所以只要你不见性 你不修行 你读了博士 世界上的 所有的博士头衔都给你 与生死何有意在 一点帮忙都没有 一点帮忙都没有 一点作用都没有 读的书再多 拿到世界上的什么博士 死的时候索忙脚乱了 广青大会上没有读书 他什么时候要走 他就先告诉他的徒弟了 我们就没有办法 你什么时候要走 有一种人 有一种人 自己要走自己知道 那就是要枪毙的时候 判死刑了 他知自己 自知实知 哪一种人 自己知道说 几点要枪毙 几点要走了 那个跟悟道又不相同了 那是没有办法 不死不行的 跟那个开悟的人 那个什么时候要走到清清楚楚 那完全不一样 所以诸位 要记住 我们现在的教育 是一种累积的错误形态 其实是一种累积 累积累积累积 一直累积 一直累积 我要生存下去 我必须学习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所看的书 变成意识的一种流转 那我们生生世世 就借着我们的意识观念 一借着我们认为对的观念 就继续去投胎 我们现在所感受的 我们人生 感觉感受的东西 就一直孕育在我们的八世田中 一直储存起来 要不然读书读那么多 为什么还会怕脾气啊 在释迦牟尼佛三藏十二部经典 你一打开 你没听说过释迦牟尼佛生气的 没有啊 它那个不清净的种子 完全没有了 你拿刀子要杀它 像提佛达多 推这个石头要压死它 他还要下地去救它 你看看 这是何等人物啊 我们行吗 我们不要说拿石头啦 走过去 就干起来了 就上法庭了 对不对 所以说圣人啊 跟凡夫啊 绝对的不同 好 那么这个无始无明 借着这个语言 有无始的烦恼 那么有的人就问了 基督徒就会问了 或者是这个这个 其他的宗派他就会问了 以前我念大学的时候 有个同学 基督徒的来 他就问了 是师父啊 那时候不是师父啊 那是同学啊 说我们啊 是讲 人是上帝所创造的 你们是不是讲 人是佛陀创造的啊 我说没有啊 那你们人是怎么来的啊 我说人是 无始无明来的 他说什么是无始啊 我说讲没有开始啊 没有开始怎么行呢 什么事情都有开始 我说你讲什么事情是开始 你讲啊 你讲什么事情 在圣经里面讲 上帝在七千多年前 创造天地万物 耶和华 还用七天 六天 第七天休息 是吧 我们现在做礼拜 这是第七天休息 就是上帝创造累了 第七天休息 我们现在星期间 礼拜天呢 就是去做礼拜了 七千多年前是什么 七千 不要说七千 七万年以前是什么 你讲七万 我讲七亿年前是什么 你讲七亿 我讲七百亿年前是什么 你讲 记住 时间 是意识幻化出来的观念性的东西 时间没有实体 你今天你没有代表 你知道几点吗 嗯 你没有代表你知道几点吗 把你送到外太空去 没有黑夜 都是白天呢 阳光都照得到 你今天知道几点吗 你不知道 时间是黑白对称 称托出来的一种 假想的观念而已 是地球在运转 所产生的一个假想 一个观念而已 要不然那里有什么时间 你躺在床铺上 你睡觉的时候 你知道几点睡着吗 同学们 问一个最简单的 台大的 你们头脑最好的 一流学服 你每天睡着 你不知道你晚上几点 几分几秒睡着的几松 如果你知道 你就是还在看表 你就是对啊 我现在几点拨 几点拨 你知道你就还没有睡着 还在看时间吗 对不对 所以时间 是意识形态 惯化出来的一个主观意识 一种观念性的东西 空间 我们感受上的空间 是直接的感受 但是最大的空间 是心态的问题 当你的凶量很大的时候 空间就会很大 空间就会很大 所以佛教为了破除外道 所以他就讲 无始无明 没有一个开始 不能讲开始 讲开始 本身就犯了一个 Logic 里面的错误的观念 不能讲开始的 事实上 讲无始无明 那是一种小圣的讲法 佛话讲 不生无灭 当下就无生了 没有所谓的 什么 一开始无始 没有这个 所以小圣的思想 它是假 它是重视 意识形态的解脱 大圣的思想 是重视 本身 无始的解脱 两种利润是不一样的 所以因为 十二一年 是小圣思想 小圣思想 所以 它是假 有个无始 那无始是破除有始的 佛陀为了破除 外道有一个开始的观念 所以他一定要讲无始 讲无始是方便法 当下本来就无生 没有所谓的生跟始 生始是意识形态的观念 记住啊 你也许听不懂 没有关系 慢慢来 生跟始是一种 意识形态的观念而已 生的开始 同时就是死亡的开端 始又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 生死是一种理念上的转换而已 可是其中 无明 没有智慧 遭受到这个果报 有无量的痛苦 烦恼 我们会烦恼 痛苦 所以我们应该讲 佛教讲的 还是讲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 所以无始是破除有始 无始是方便讲 是方便讲 应该讲当下无始 行经讲的 不生不灭 不过不进 不来不去 不依不依 八部中道的思想 就是当下就是无始 那无始 意思就是 哪一种人 就是明心见性 就是扫除一切 形而上的意识形态 所有的观念 再讲一遍 什么叫做明心见性 就是扫除一些 形而上的意识的理念 当你对某一件事情 感觉这是事 就有非 有善就有恶 有不满就有满 有爱一定有恨 你永远要记住 这个宇宙当中 永远是矛盾跟斗争 在继续进行 永远 是吧 因此我告诉周围 你要记住 很正常 很正常 没有什么很大的特别 只要不杀人放火 绑票 强暴 我们遵守国家的法律 冲突是难免的 难免的 所以这个无死烦恼 就是孕育在我们内在 维系的 维系的东西 维系的东西 那么 所以这个烦恼存在的时候 注意看 当我们所谓的意识形态 教义形态 被破除的时候 我们直接通入到 我们内在里面的什么 无名 那无名就显现出来了 无名就显现出来了 对吧 就是这个 这个人呢 有时候 你说他对还是不对 他那种心态就是 不怎么正常 书也是读很多 书也是读很多 他的道德观念不一样 你怎么看怎么不对 我们呢 我们建中的同学 有一个是 不能讲人家名字 等一下听到录音带来找我算账 就读大学的时候 洗澡 他读书是很厉害 他是练台大图木的 台大图木研究所的 每次是洗澡 他是很奇怪 就是 故意把这个门 故意开开 他每次就是 他说是科奔 他讲挪奔是吧 我就跟他讲 你怎么打死那厉害啊 你读书都得那么厉害 你这洗澡 为什么不关门呢 我看不懂 那又不怎么好看 又不是女孩子 对不对 男孩对你没什么好看的 女孩子 知道 又比较好看一点 你怎么好看呢 他说我哪一点不好看呢 他就认为 他这个同体 还是金色体 给人家欣赏 他就自己觉得很安慰了 我说丢人丢死人 你怎么好看的 当兵又不是光光的 都一样的 当兵是例外啊 你不能这样子啊 认识 你读大学啊 所以说 你可能学得很好 他的理念上 看法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像佛佛道通 每一尊佛的看法都一样 因为他见本性 看法都一样 见到平等心 没有分别心 除掉贪心 称认心 所有的意识形态 行为上的理念上的东西 全部放下 他见到自信 大慈大悲平等 没有种族的观念 没有贫富的观念 没有高低的观念 你说那种 进入军代的心态 决代的心态 拖出这个恶言对立的观念的 那种决代的圣人的观念 你像这种人有多了不起啊 我们不能做到 那种人就永远没有烦恼 永远没有烦恼 永远 我们现在为什么管老呢 自己找的 你说不是吗 你回去静坐三分钟 你是不是自己管老的 是啊 看到那个人很不顺 哼 算啥 算什么老几 他怎么样子 不满 他也没有对你怎样 你对他不满 你痛苦还是他痛苦 你说 我对他不满是我痛苦还是他痛苦 我自己痛苦 所以很多事情根本就是自己起心 自己动念 去一定要强加以产生一种标准性的差距 内在当然引起痛苦 我们人 我们的意识心态会设立一种标准 跟这种标准看法偏差的 他就认为是邪魔外道 就攻击别人 那就痛苦 我们念在里面 就是这种标准线上不同的挣扎 每天 每一个时间 每一个空间 每一个时间 每一个空间 真的 如果你了解人生的意识形态 你就很会谈恋爱了 世界上谁最会谈恋爱 富逗 富逗他懂得这个爱 就大慈大悲 一个人相当有明星见性的时候 他不是理性 这个理性靠不住的 你有你的理性 他的理性 理性靠不住的 理性是人类所定的一种 抽象的名词 他根本没有标准性 见性就了不起了 见性都是平等的 你知道 像以前我们同学谈恋爱 这女朋友啊 不跟他来往 要死 不活 很痛苦 怎么样 睡不着 你说他书念了那么多 爱情书念了那么多 用不着 孙子兵法师念那么多 不会打仗 对不对 你要有邪活就不会这样 要有邪活 他要离开我们 我们就会想 我们长得丑 条件不够 离开是应该的 我们照顾不了人家 随缘 不过你怎么办呢 你说呢 你怎么不能每天一直哭啊 拜托给你回来我爱一下啊 神经病如果他不回来 你送你去荣花糖 活血活在不可能这样子 我们慢慢慢慢有理性 慢慢慢慢有理性 人因为无知 他没有前瞻性 人因为无知 有一个同学他要结婚 他的女朋友带来给我看 他这个两个罐骨很高 这个叫什么骨 罐骨很高 然后瘦瘦的 我就因为我学过命相写 我说我来说我来说 这带来你的剪情刹毛 啊你晒嘴 还没有结婚你就把我闹嘴 这样怎么可以 还没有结婚你就这样子 讲了不吉祥的话 我说不对 这个人哦 嘴唇很薄 他会说谎话 他爱你的时候他会 来详尽一些办法 哎两个人后来结婚了 我倩告他不听 先生两个孩子准备离婚了 很痛苦了 打电话给我 他现在很痛苦了 很痛苦了 是不是 所以我告诉诸位 你要常常这样记住 得到的东西不一定很好 私欺的东西不一定 怎么样 不一定不好 坏不好听 不一定不好 比较文雅 不一定坏 强烈的震撼 用词不当 得到的东西不一定很好 私欺的东西不一定不好 你用这种达官的心态 你无往不利 无往不利 有一个考上东海大学的 他是很高兴 考上东海的 当然考上台大就更高兴了 考上东海的已经很自主了 我就告诉他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你是嫉妒还是羡慕 我说不是嫉妒还是羡慕 人生的礼途当中 也有坎坷的 一面 去东海大学去爬那个碉堡 帅 怎么样 往生 他如果不考上东海 他考上淡疆 淡大的 淡很大的 他也许不会死 对不对 但是偏偏考上东大的 不是东武大学了 东海 考上东海大学 但是一定要死在东海大学 这个人的这个业力 就是这么 那么不可思议的 那么不可思议 他如果不听东海大学 他不会死 所以我告诉各位 业 业 很不可思议的 业力不可思议的 你要用什么 用什么去 很凉 这没有办法 人家坐飞机 商务旅行 做了几百遍 不会发生爆炸 你只是坐一次 到南飞机 去嘶 嘶 尸体都找不到 你就这么讲 对不对 还睡着呢 还睡着呢 电视报导的 新闻报导 睡午觉 飞机失事 死在飞机下 你听过死在轮下 汽车下 火车下 摩托车下 游泳历史 你就没有听说过 被飞机创死的 他就死在飞机下 你看这多宝贵的 这个人生观 这怎么讲 这浮华 所以基督教 天主教 他没办法解释 他就说 这上帝安排的 火车讲 这是业 没有办法 业力所迁 好了 为了让大家起信心 所以我们对这个无名 解释的比较长 好 所以再看 我们因为没有智慧 我们就会行 行就是把饼拿起来 行的旁边 就写两个字 造业 这造业不是恶坏的 要记住 把它抄起来 维世协里面讲的 我们造善 善业 造恶 恶业 善恶 诸位比较强烈的观念 诸位对无忌业 比较不清楚 无忌业就是 不能属于善 也不能属于恶 比如说 我现在看表现的几点 现在八点零三分 您这不能讲善还是恶 看表现没有什么善跟恶的呢 我把被子挪开来 这也不是属于善 也不是什么恶的呀 就无忌业 无忌业 知道吧 这个不是善 也不是恶 为什么 为什么造善业 也要六道轮回呢 记住 善也是意识的形态 善也是意识的形态 也是意识的观念 当我们行善的时候 我们希望人家 来回馈我们 回报我们 所以说 行善 虽然也是一种好事 但是也是一种意识的执着 也是一种意识的执着 你将来只能享受人天的福报 经济上比较好 生活比较好 就是这样子而已 它还是六道轮回的凡夫 所以 复华讲要明心见性 不是造善 不是造恶 不是造无忌 是造什么业 造敬业 这个是一般宗教 没有办法讲出这个东西出来的 什么叫做最大的清净 就是无念 无念就是没有执着 没有执着 没有执着 明天呢 在台北公众就会讲到 这不是六路的问题 什么叫做敬业呢 就是没有念 无念意识形态就没有生命 我们每一个念度就是生命 每一个念度就是生死 其实推动我们的生死 现在我们不起心 不动念 那就是慢慢地减轻 我们生死就会慢慢地解脱 开悟也是悟到 无念的问题 无念 所有的理念都是意识形态 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主观 所有的主观都产生自私 因此我们的斗争 就是永远孕育在我们的八世里面 好 那么再来 所以形就是造业 造业底下有个音字 音那么就是善恶之业 善业或者是恶业 善恶之业 这更从过去过来 善恶过去无始 如果你要推论的话 生是怎么来的 你今生今世是为什么会出生啊 因为从无始烦恼 去造这个善恶之业 所以我们呢 有了生 有了生 出生 会了出生 借着这一股动力 借着这股动力 我们继续来 父母亲结合的时候 我们来结合 这个神事 父母亲 这个经 学 来结合 又继续来出生 这是一个动力 是无形的东西 这个无形的东西 骗二十四个小时 比如说 我们现在白天有造作 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们第六一识 纵然 纵然 我们不做梦 我们明天会再爬起来 为什么会爬起来呢 因为有第八一识 第八一识 就是维系的执着这个色神 所以 他明天还会爬起来 那么 前六识 第六一识 心理学者所讲的 潜意识 作梦 梦中意识 我们现在白天照做 晚上做梦 纵然晚上 有时候有梦 有时候没有梦 我们身体 生命还是存在 因为维系的执着 还是存在 那么再来 我们过去的因缘 过去的因缘 就是 无名 从无始节以来 一直照应 无始节 没有一个开始 你要讨论这个开始 你没有办法讨论 没有办法讨论 在这个经典里面讲 就像深山里面的铜框 孕育在里面 或者深山里面的金框 孕育里面 但有一天 人家把它开采出来的时候 把它磨成金 那就不可能 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我们现在也是一样 我们写佛 就是要开采出自己的佛性 诸位都可以成佛 佛就讲平衡 人人皆有佛性 你有佛性 我有佛性 他有佛性 大家都有佛性 只要你肯协服 都可以成佛 你不协服 你就永远六道轮回 你愿意做圣人 那就要从这方面下手 我看过老庄的这些思想 看过鲁家的思想 看过黑格的这些思想 看过一些多数的思想 看过一些辩证法 看过一些主事大的 看一看 只有佛教所谈的是 彻底的究竟 彻底的究竟 也许你们会认为 我很主观 没有关系 你有这种观念 我不怪你 如果有一天 你也像师父这样 用功十七年的时间 你便会发现 我所讲的没有妄语 没有妄语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优点 但是舒适看得还可以 我们不能讲很多 很多的东西 麻烦了 我们舒适看得 还可以 还可以 好了 所以说这个无数无名就是 孕育在烦恼里面的本性 我们没有开采出来 有一天你发现自己 你就找到本性 你就沉浮 底下 过去的因缘 底下的现在的苦果 我们应该 深深思思极造业 深深思思极造业 过去的因缘 我们现在的苦果 感变成现在的苦 是把笔拿起来 就是阿拉耶士 我们俗称灵魂 阿拉耶士 会写吧 对 同学可能陌生 这些名词 对新生来讲比较陌生 是 我们这里指的是 因为是有八个 眼是 耳是 鼻是 舌是 深思 意是 摩纳是 还有一个叫做阿拉耶士 阿拉耶士翻译成中文 叫做含长事 含有一切的动量 我们现在就现在讲的动能 含有一切的动能 那种无始节以来的那种 意识动 冲动性 继续的支持我们的生命的 就是阿拉耶士 阿拉耶士 好了 所以说 是就是本事 本事又名第八意识 俗称灵魂 迷的一切众生 通通是这个 用这个 开悟成佛 不是是 是本性 本性 再来 是的地下 本事 难 替 这个难就是混合的意思 把笔拿起来 难就是混合 替就是 南经 女学 就是父经母学 我们所谓的 交沟 南女交合 就是赤白二代 经典里面讲赤白二代 就现在的名词 就是寿经 受经 本事难替 就是我们的灵魂 迷了的本性 成为灵魂的第八意识 跑来 投胎 投胎 就是第八意识 懒 就是混合 父亲母亲 所以母亲 顾名就离不开这个世间 就继继续来投胎 继续轮回 就是本事难地 本事难地 是一切有为法无为法的根本 顾名本事 把名拿起来 本事 一切有为无为 一切法的根本 有为无为 这矮就是不好 写不到 来生要长高一点了 最好不要有来生 来生可能很痛苦 一切有为 有为就是有所造作 有为法分三个 就是身口意 有所造作 不是身体 杀到营 口就是骂人 怒骂不满 意就是思想不正确 心地很坏 贪嗔痴 所以有为就是三叶 所造作的一切就是有为 无为就是 接近空的思想 一切无所着 放下 就是无为 有为无为 有为就是烦恼法 无为就是菩提法 烦恼就是菩提嘛 这越扯就越多了 所以我跟你们讲 台大两个钟头 讲不完就是这个意思 你们根本没有办法发挥 我看了这么多书来这里 都无用武之地 本是懒地 就是我们的第八一识 然后混合了 父经母学 继续在母胎里面 在母胎里面 就是继续变成 受精软以后 就变成一个肉团 名色 名把笔拿起来 名就是精神 色就是物质 意思就是 当时候没有受精软这个名词 当时候根本没有受精软这个名词 那么没有受精软这个名词 我们也只能讲名色 这叫名色呢 因为但有其名啊 不见其色就是精神啊 所以名就是精神 所以名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名就是但有其精神 没有形状 那么古来啊 他们没有什么受精软这个名词啊 就是名色 意思就是名 就是我们所讲的意思 色就是我们所讲的受精软 所以名色就是一个肉团 就是世软P团 世软P团 把笔拿起来 就是五七日 五七三十五日 就是我们受精以后 男女受精以后 在子宫里面着床 着床 着床 然后就会慢慢的产生一个肉流 一个肉流 我们女孩子 一个月排暖的时间 只有二十四个小时 只有二十四个小时 所以要受孕的机会并不是很大 要排暖大约是在第二个礼拜 十四天 十四天 那么这个生命也是 说到这个生命也是很不可思议的 我们从阴道进去的精子 它要游游游游到通过子宫 然后在经过苏软管 一直在苏软管等待 那个精从一直在苏软管等待 苏软管等待以后 然后这个卵巢啊 排出来的卵 然后像补手补进来一样的 暖操排出来的卵 像补手补进来 通过苏软管 然后在这苏软管结合 在苏软管结合 苏软管结合 如果有一直旋转 一边滚动 一边细胞分裂 一边细胞分裂 那个如果没有靠意识形态 根本没有办法 业障深重的 深深适适的 有节恶炎的 他就给你停在这苏软管里面 他就不给你滚动下来 不给你滚动下来 就是子宫怀孕 那就必须要开刀 会出血 然后如果正常的话 他会顺着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苏软管 一直一直过来 一直滚到子宫 子宫以后 着床 时间大概14天 所以怀孕 并没有办法 事前觉察到 这是医血 医血 那么我问你呢 现在我问你呢 你在受精卵里面 能不能看到 我们的五脏六脯 可是为什么会慢慢的变化呢 你讲没有也不对 如果没有 他怎么可以变化呢 你讲有也不对 有看不到 所以佛教讲的 他就是非有非无 不能讲有 也不能讲无 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东西 都有一种意识的支配力量 这个意识支配力量 他会继续分裂 他继续分裂 继续分裂 继续分裂 那么你讲有也不对 一讲没有也不对 讲有的话 你找不到五脏六脯 头颅也找不到 你讲没有 他会慢慢的演变 所以生命实在是 很不可思议的 很不可思议的 什么力量在推动他 佛教讲的 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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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胎成人还不错 一跑出来 我怎么变猪呢 很麻烦 照照镜子 哎呀糟糕了 变猪了 麻烦了 这像猪头猪脑的 做人还不错了 是吧 做人还不错了 所以诸位冷静看看 冷静看看 室暖偏团 室就是本室 暖就是 温度 有一点点温度 那么有一点点温度 他才会活 他才继续分裂 是分裂 是吧 批团呢 那么就是一个团 肉团嘛 三十五天 三十五天 名色 就是诗慢慢的在子宫里面 结合腹筋 母邪 然后慢慢的成长 变成名色 就是我们所讲的 肉团 再来 这个肉团呢 慢慢的成长 六路 这个比较难懂 六路 六路的旁边呢 写个六七日 到三十八个七日 六七 就是四十二天 从第四十二天 开始发展 到三十八个七天 三十八乘以七 七八五十六 进入二十一 两百 两百多天 两百五六十天 左右了 是吧 两百六十几天 是吧 三十八 七八五十六 写到进入二十一 二百 心善得到 两百六十六 两百六十六 好了 两百六十六天 换句话说 六路 这个六路是什么意思呢 是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识 这个六路就是 从这六个地方 进意识要进来 我们的第八意识 换句话说 我们所讲的就是表层意识 表层意识 这些表层意识 言叹色 耳听声 会进入我们的 第八意识 那么进来呢 会染污我们的清净心 会染污我们的清净心 所以叫做六路 所以叫做六路意思就是 六路就是从这六个地方进来 染污我们的清净心 叫做六路 浮尘巨型 把笔拿起来 浮是 浮就是 帮助 成就是六成根 所以这个要加两个字 就是浮底下加一个六 成底下要加一个根 就是帮助六成根 慢慢的发展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了 浮尘巨型 就是帮助我们眼睛 耳朵 鼻子 舌 深意识 一直继续的发育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因为以前 五十六的翻译 它不好懂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浮尘巨型 就是帮助我们的六成根 帮助我们的六成根 对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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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台大很穷 下次我来演讲的时候 再买一盒来 那么六路就是 从这六个地方进来 染污我们的清净心 我们也是 我们看这个东西 不满就生气 心就被染污了 是我们称为六贼 六贼 色身香的厨房 对吧 六贼 色身香的厨房 那个是贼 托我们的本性 染污我们的清净心 那是贼 不是王 浮尘巨型 底下 处 处啊 在旁边 这还是要是要 这个讲表笔记很多 就是这个六根呢 去攀岩这个六成 它就会产生意识 这个叫做醋 这个叫做醋 不是降醋的醋 是接触的醋 这个醋 这个醋就是它去 它去感受 感受 有一种直接到去接触到的东西 所以叫做根色境界 所以醋啊 是六根六成六四 所产生的一种 所产生的一种理念 醋 根色境界 就是这个六根 射 就去射受 根 去射受这个境界 就产生醋 把笔拿起来 醋的底下 写 两三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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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那么换句话说 我们的意识 第八意识来投胎 变成名色 就是我们的精神 跟物质结合 再来慢慢成长 变成六鹿 六鹿出生以后 两三岁了 就有感触了 小弟弟啦 妹妹啦 他就有感触了 再来就是瘦 瘦就是苦瘦 热瘦 舍瘦 的感觉 把笔拿起来 舍 就是不苦不乐 叫做舍 的感觉 瘦的底下写 四岁五岁 到十三四岁 就是瘦 就是已经出生来了 就是对现在的苦了 有感受了 这很简单举一个例子 这个妹妹啊 在唱歌跳舞 你要跟她讲 啊妹妹你唱歌唱得很好啊 她然后她就 她就给你唱 你唱得很好 你让妹妹唱歌 然后你就跟她讲 妹妹你去为什么哭啊 你哭了吗 我刚刚听 然后她就 她就会哭了 她就哭了 喜欢人家赞叹 喜欢人家赞叹 所以我这个人呢 我比较了解人性啊 我这个人呢 我从来不愿意 讲别人怎么样啊 我这个人 不会当面去给人家 很难堪嘛 除非这个人很恶劣啦 要不然我都很尊重人家 我都赞叹人家 我这个人 这只嘴巴还是算是蛮清净的 因为每天都刷牙 不会去讲人家怎么样啊 你跟我相处在一起 你就有一种安全感 为什么 因为我绝会不会去讲你的缺点 讲你的缺点的时候 会私下跟你讲 会私下跟你讲 会打电话给你 哪个地方你要注意一点 但是在当众面前呢 我不会给你落魁的 所以你跟我相处 你会觉得很愉快 只是因为这个不会跟你闹鬼啊 我就念过维世的 受这个感受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尊嘛 就是啊 每个人都有自尊 所以他对感受不一样 感受不一样 所以四岁五岁到十三四岁的时候 现在的苦活 再来 现在的因缘 这个爱 就是依照苦受或者是热受 因瘦身着 要比拿起来 因瘦身着 这个着就是直 产生执着 强烈的追求 就是因瘦产生强烈的执着 执着 有一个女同学啊 一女中毕业的啊 是中央大学毕业的啊 她也跟师父求道学佛 一阵子啦 一阵子有的 因为她长得非常的漂亮 非常漂亮 哎 哎 当时候 刚刚接触到佛法的时候 她就 师父 我要修行 哎 我说好 我很赞叹 我说你再过一阵子看看 我慢慢给她引导 她那时候我拿 印光大师全集给她看 还拿了一些资料给她看 哎 出家人太伟大了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有这条路呢 好 是毕业以后了 来剃肚 后来 来剃肚 我说我没有剃肚你中啊 我说我们剃肚难中 是吧 找别的法师 我说你还是时间好 你多看一看啊 不一定 并不一定出家 你出家你找不到善知识怎么办呢 对不对 是并不一定出家 你看着办 好吧 哎 后来她就很少写信来了 再后来就写了一封信来 哎 师父大人 我知道感情是一种火坑 我就是很乐意跳下去 哎 然后我就跟她写 三个字 没救了 寄回去 哎 你就明明知道这很痛苦 你为什么要跳下去呢 所以告诉你啊 感情是盲目的 是冲动的 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不知道 你为什么爱她 我个人啊 你也为什么喜欢她 不知道啊 你也为什么在一起也不知道啊 是吧 这女孩子是很容易感动的 是吧 天气很冷的时候 这男人最喜欢这样子 哎 赶快衣服脱起来 盖子 啊 太感动了 他以为这个可以寄托一生一世了 结果 傻瓜 那男人的 这 这招我们老师以前就教过了 小学就教过了 你不要受骗啦 这女孩子 你不要太感性了 我衣服脱起来太难了 盖一下 马上嫁给他 神经病了 嗯 这不可以这样子的 所以说啊 我们人是很脆弱的 很容易产生错觉 很容易产生错觉 是吧 谎话说一千遍 你就不信不行了 所以我们这个爱 就是一种 按照苦 乐 苦我们就排斥 乐我们就接受 无论是排斥也是这种 无论是接受 也是一种执着 因瘦身着 因为感受 而产生执着 渠 渠就是 成人以后 爱欲发展 一诸境界 伸去轴心 这句啊 写得很好 我把它写下来 就是我们 成人以后啊 只是 意思就是 爱啊 就是十五岁到二十岁了 渠就是二十岁以后啊 渠就一直现钱了 成人以后 爱欲发展 渝诸境 对这个境界 产生执着 强烈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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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强烈的执着 就会痛苦 啊 就会痛苦 痛苦就一直来 诸位同学 哪一个 不是生活在执着当中 又有哪一个 不痛苦过呢 那又有一个人 又有人讲 有的同学讲 那师父 那如果一个人 都没有感情 都放得下 都没有痛苦 没有快乐 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错了 没有感情 没有理性 是你的一种错觉 出家人是最有感情的 最懂得理性的 可是内在里面呢 生不执着性 所以 以法 无所住 过期信不可得 现在信不可得 未来信不可得 一切法 当下无自信 是空性的东西 它根本无所走 而且依靠不得 你今天靠你的爸爸妈妈 你的爸爸妈妈就会让你失望 你以为金钱可以让你依靠 你就会对金钱失望 你以为你老婆可以让你 让你圆满的答案 高兴 那不一定 你以为你先生就永恒的 可以依靠 那很难讲啊 很难讲 不是完全啊 你不要把人想得那么悲哀 意思就是 这是生灭法 这不是永恒的东西啊 你老人家要搞清楚啊 你的口袋里面的金钱 不是永恒的 你的名利不是永恒的 你随时要告诉自己 你不是要放弃它 而是要放下它 放弃是对自己不尽责任 放下是对自己尽责任 而无所拙 不一样 不一样 放弃跟放下 不一样 你尽你的本分 但是你要放下 你对你的遭遇要认命 这样你就会活得更有勇气 而且很达官 吸火 第一个就要先修养 要先修养 不达官的人啊 活得就烦恼无量 烦恼无量 所以说 去 去 就是成了以后 爱意发展 余足静胜去灼心 就是非常强烈的一直追求 那么一直强烈的追求 它就更痛苦 追求不到的 很痛苦 我们同学啊 大一一进去啊 我们就看一对啊 很相好的 很相好的 水利系的 Hydroic Engineering 在一夜里啊 这个女孩子啊 就称为水母 水利系的 人家不会称水利系的 那女孩子不称什么笑花啦 细花啦 没有 我们都称水母 What a mother 我叫白天啊 水利系的女孩子 叫做水母 你不听这个名词 这叫specialna 专用名词 两个出双入对 请她吃这个木瓜牛奶 大家都公认的 到大事的时候 变卦了 变卦了 这个女孩子哭的 眼睛都肿起来 眼睛都肿起来 女孩子 北一女中毕业的 一女中毕业的 是吧 我打电话给她 是吧 我说啊 天下何出无方数 何必淡殿一棵树 因为我们先火比较看得开啊 但她没信我 我是劝告她 因为建东跟北一女的 有些校友 大家都有联络啊 她说 我说你何必这样子呢 也没有办法 感情放得太重了 我也知道 生命无常啊 我也知道 是不可依靠的 可是很奇怪 我就离开她 就一直 好像活不下去了 那就是一种强烈的执着 惯性意识 她告诉自己 我依靠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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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 倒了 不能依靠了 就绝望了 所以你要告诉自己 天下没有一个人可以可靠的 一个都没有 要记住 要靠谁 靠自己 师父今天来是一个祝园 师父是可靠的 但是只能帮忙你而已 你快要倒下去 你在绝望当中 我把你扶起来 给你精神支柱 给你智慧 你要记住 世间本来就是这样子 你不要怨恨别人 不要怨天尤人 所以孔老夫子 你看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怎么样 知什么 知天命 知天命 知天命就了不起了 知天命就是知道 一年果报 我是怎么来的 我是怎么去的 我要来这个世间 负什么责任 我遭受什么国报 知天命 所以孔老夫子了 六十二怎么样 还顺了 听什么都顺了 其实怎么样 就重心所忆 不预计 重心所忆 还底下 那个伟大的就是那三个字 能预计就不会超过那个范围 不得了了 孔子是圣人 我们是圣康 那是圣人 真的 也不得了 所以知天命 不容易的 不同意的 我们今天就不知天命 不知天命 你知道天命不知道 迷迷不复的过日子 输出了很多 顶多给你赚多一点吗 台大是名流的 全台湾神 听到台大如雷贯额 听到补习班就比较 你去哪里念台大 补习班 这感受就比较不太一样了 所以大家对台大就很仰慕 很尊重 可是你念台大了 是不是一定有智慧呢 不见得 knowledge is power 智慧是力量 你念台大 那只是一个世间的学问 世间的学问 在一个修佛人的眼光来看 那是很平凡的东西 没什么很骄傲的东西 拿出来卖也卖不值钱 我这个来卖是比较值钱 这是智慧 这是浮法 是物 要觉悟的东西 这是觉悟的东西 你那个是将来要赚钱用的 我这个将来是要了生死用的 我这个是必修的 因为你一定会死 我这一门是必修的 因为你一定会死 你一定会死 你就一定要进入这一门 不能选修 这一门不能选修 选修马上荡掉 继续六道轮回 你那个主修的必修的荡掉 那没有关系 这一颗荡掉就是六道轮回 那记住啊 这一颗灵命中没有pass过就是六道轮回 很简单的 只要别刷掉就完了 来世就继续做牛啊 阿猫阿狗的 来世做人也不知道 也许出生到非洲气大象 现在就在猎取这个大象 也许凶量很小的人就变成毒蛇 或者变成麻雀 喜欢化妆的人 小心变公鸡 公鸡就 哦哦哦哦 那表示展示他的这个翅膀啊 很漂亮 叉花供佛的人 来世会很漂亮 真的啊 叉花供佛的 这个是谁叉的啊 哎 来世会很漂亮的啊 是吧 这不是台大叉的吧 是吧 好 好 好 继续看啊 有 有 有就是因 这个有不要误会 这个有不是有没有的有 这个有就是有生死之业 你爱 就取之中 有就是有 就继续有这个生死之业 生死之业 就是由爱跟取这个烦恼 产生种种的业 一定有当来的果报 所以名为有 名为有 业前后有 就是这个产生这个业力 业跟业力不一样 那么在英文来讲 就是动一种推动的力量 而没有办法去遏止它 不可遏止 就是Cama Force 那么就是 业就是一种因 因为业是一种很融洪的 我们讲造业造业 所以这个业是大部分是指在因地上 的果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因地上的一种情形 它是讲业造业 如果是业力的话 那你没有办法 它产生一种力量 你就没有办法 你根本控制不住 有没有人说 我要今生来世要做男的 我要做女孩子的 有没有 你能不能控制啊 你不能控制啊 出生男的就是男的啊 出生你的就是你的啊 好难啊 那你说可以变性 变性也是阴阳 不正常啊 对不对 这些问题就这样子 因为 在产生一种强勇的力量啊 那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为什么吃要吃不好啊 看着那么多医生怎么吃也吃不好 怎么业维不好 家庭父母亲就是怎么样的吵吵闹闹 每天就吵架 烦不烦食的 没办法 就共业 你为什么跟他生活在一起 你没办法啊 你为什么不脱胎别人的孩子啊 是不是啊 你没办法 业力所牵啊 无能归利啊 你今天为什么长这么高 业力啊 你为什么长这么高 业力啊 所以说 业站在阴地上讲 业力站在果报上讲 对吧 所以说业牵后有 就是业力啊牵引啊 后有就有生死之业 就有了将来的生死之业 现在因缘 我们现在就是现在因缘 我们现在就是在造业 有现在的因缘 对吧 未来的苦果 未来苦果就是生 没有现在的因缘 没有未来的苦果 就是生 生就是道士脱胎 道 意思就是迷 迷惑颠倒的意思 我们呢 现在照 我们爱 又取 就执着 才是有了生死之业 我们来世继续脱胎 未来有苦果 继续去脱胎 就是生 生就是道士脱胎 道士脱胎就是 把这个意思颠倒过来 又跑进母亲的子宫里面 又在那边成长 又继续再投胎 再继续转业 道士脱胎 是吧 道士脱胎 老时 身后苦时 我们出生了以后 我们也必须再继续受苦 我们继续受苦 大家都要受苦的 女孩子的苦就很多了 对吧 所以妇产科的生意很好 对吧 开妇产科的生意很好 富人病啊 就是贫血啊 什么子宫的问题啊 腰痠啊 背痛啊 生意啊 还有每个月的麻烦的事情啊 就是这样 做女人生啊 做女人生啊 苦比较多 苦比较多 做男人啊 苦还是很多 就是脾气不好 但是你比较起来 女孩子 业障比较重 身后苦时 神生出生以后 又要继续的去死亡 他业力的推动他 他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意识观念 就会产生的病 就产生溺在里面的奇心崩裂 就产生一种强有的力量 就继续 意识形态就继续 人的若即死了 神死不灭 神死不灭 我们讲的职能互变了 职能互变 更生未来的货业 我们要继续产生货业 为什么产生货业呢 因为我们没有智慧 我们没有写佛 我们没有写佛 下推未来无终 我们继续去 去推论的话 没有终点 所以生死 他在这里做一个比喻 看乙 乙就是十二重臣 十二重臣 就是低臣 无明 行 似 就一直 框起来 无明 行 似 明 舍 六入 一直框起来 把它困起来 困在这个长域里面 十二重臣 就是十二因缘的意思 十二重臣 就是十二因缘的意思 十二因缘的意思 困在长域 十二轮呢 就是轮回不停的意思 就像轮胎一样 再写一下 比较好一点 也要是不修行啊 他就是继续 永远修不完的血液 想到要六道轮回啊 这脚就软了 这今生已经很苦了 想到这个再继续推动 继续再照应 这个实在是太痛苦了 所以啊 应光大师告诉我们 常失地苦啊 精进勇猛念啊 常常思维到这个下地是很苦 做人也已经很痛苦了 精进勇猛的念佛 千万要接受高生大德 要接受佛陀的教义 你一定要听圣人的话 要相信圣人开示的道理 六道轮回不是好受的 不是好受的 那我们希望啊 诸位好好的修持 那么好好的修持 慢慢的写起 不必紧张 有的人一开始啊 听到师父演讲 从明天开始打桌 因为我只是开心头 做了三十年 诶 看吗 有行更做的 memories 都没有人家教他 他就咱自己两个腿盘起来 就一直这样 诶事学長太组王婆 这打坐没有人教也不行 所以这很可怜 众生的呢 他一直希望说 修行 但修行一定要找善知识 修行没有找善知识你完了 修到最后 找某 我今天我touch到的 我接触到的 这个找某的 不知道有多少人 不知道有多少 都要找师父加持 有的人跑到青海去 修了那个神经细细的来 是吧 说你要干什么啊 那你何时你忘记了 我们当时在那儿 红阿卜啊 对了这个你就没法多了 碰到这个你真的没有办法 你无能为力了 一来他就我们是夫妻啊 所以说我们呢 修行一定要找对善知识 多念大悲咒 记住师父的话 你不管修秘宗 修禅宗也好 多念大悲咒 多念大悲咒 好 我现在已经要告诉主意 这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临命中的处理法 台大的同学请举手 台大的同学请举手 那很多 放下 一百零四 这次台大 我今天演讲 大概清华大学的同学对手 清华大学对手 好几百个人的情况清华大 台大今天也是很多人 我告诉你们 你们要记住 你们也听我的话也好 不听我的话也没有关系 我告诉你 临命中怎么样去处理 是吧 怎么样去处理 一个人临命中的时候 一定要安慰他 放下 记住 不是助理 一定要叫他放下 安慰他 后事我来 你劝你的爸爸 爸爸你赶快死吧 所有的后事我来替你 准备 妈妈要死的时候 妈妈你放心 那金铁我会把你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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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太太欠你多少 我会去向他要回来 所以你一定有这金钱的 要不然他 他会放不下 你念念念念的 闭个眼睛 为什么 对一半 对一半 所以临命中 赶快安慰他 赶快安慰他 再来就是平常 婆媳之间相处不好的 最好在临命中 不要有仇人出现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八四天中 意识的观念很强 在临命中产生一个恨 完了 下第一 这个修行能到临命中 这是最重要的 这一念恨呢 就跑到哪里去了 在第八意识里面 无量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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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一定要 没有恨 但是没有恨很难 所以最好不要见面 最好不要见面 如果年纪老了 大了 最好交代好 还有就是 一定要度你的家人 邪佛 度你的家人邪佛 他才会在临命中 怎么样处理 是吧 你想想看 叫那个塞公来 塞公 那个塞公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我现在脖子逼凌人家 你不要误会 塞公的抽烟 喝酒 结冰 脚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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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架了 然后 那 那个 别人翔 你知道 那你想想看 我们的时候 超度人家要清静 三叶要清静 你想想看这个 这个 再来 要超度人家 杀身杀那么多 地上经讲的 众生要超度祖先 就是错用方法 平常就没有修行 你杀那么多众生 怎么超度他呢 你讲给我听 见血就不吉利 你杀戮的战场 你认为好吗 认为好吗 所以尽可能用素食 高雄的博弈不会讲 他讲誓死 我去高雄拨得好 很艰难 誓死管 很快就会死的地方 师父 我们去试死管 听这高雄拨 你怎么知道 这个隔音 我实在很严重 再来 你一定要记住 你一定要记住 如果一个人死后 身体僵硬 不要急着换衣服 要用热水把它热敷 然后慢慢的 慢慢的 给它换衣服 如果一个人身体发硬 没有办法 然后我们就用热敷的 热敷的 就是那个毛巾 用开水 然后热 热 热 很热 很烫 没有关系 它不可能会叫 会叫的话 你就不会用这个方法 我以前在演讲的时候 用这个方法 他说 阿叔 爱不爱做 我爱的关系 舔哥 我爱的问题 爱的关系 送病一样 再回来 第三点最重要 尽可能不要放殡仪馆 我是告诉你 这个 冰凤一个人死后 马上送 你就是车不死 也不可以 马上送病一碗 所以一个人 要 人家讲 要好死 这不是那么简单的 要好死 不是那么简单的 送病一碗 那这个叫入 寒冰地 这个神师还没有脱离 他还制作那个身体 那你一下子 放进冰库里面 完了 完了 但是痛苦 很痛苦 这个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 一个人死后 尽可能不要急着换衣服 八个小时以后 你才可以换衣服 记住啊 我们现在人错误的观念 赶快要把他急着换衣服 就是没有换衣服 就是没有得到 不对 这不对 你换衣服他会痛苦的 换衣服他会痛苦的 傲了 还要傲了 玩磨 兔磨 然后 这个人已经很痛苦了 你一直跟他做着韵律操 没有这个必要 没有这个必要 记住 你们要记住 千万不要 在灵命中 八个小时 最好是十六个钟头 不要动他 他穿什么衣服 他用什么知识时的 你就让他在那个地方 就一直注念 注念了 除了你自己念佛 最好是买录音带 跟着念 才不会那么累啊 等一下 人家还在 还在 还在 还在传的时候 那就开始注念了 结果我们没有用录音带 念完 自己先识 人家死了 还没有团机 再去 把酒都不开 超出自己的体力了 不行 不行 尽可能放 不要放病 所以说 夏天容易腐烂 夏天再快 也要经过十六个钟头 这是我很诚心 忠心的劝告 本来是可以 往生极乐世界的 可是因为你处理的方式 错误 那你完了 处理的方式 错误 完了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住 再来 判断错误 会累死活人 我们说注念的时候 什么时候开始注念 要念阿弥陀佛 是吧 灵命中要念阿弥陀佛 我们判断要对 当他还在呼吸当中 我们要心里准备了 你不要他还没有断气的时候 就开始念 结果念了三天 还没死 以前我就是被这样骗过的 有的人有一个 有一个人来叫我去注念 以前呆呆的 说我们佛陀讲说 要慈悲 去帮忙人家 就去了 拿眼睛去 拿眼睛去 就坐着呢 那时候真的很慈悲 阿弥陀佛 念了四个钟头 就看 还没死 阿弥陀佛 就念 八个钟头 哦 又没断气 哇 怎么这么久 我怎么不这么久 我没有办法 念念念念念念 你也十几个钟头 说你把他念 我没办法 念这么久 不是 我没办法 念这么久他又不死 对不对 我有没有 没有办法 我没办法跟他说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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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这个很痛苦 判断错误 这个判断错误就是 他还没有走的时候你就拼命地念 结果要念的时候 他断气的时候你没有力量 他准备断气的时候就放录音带了 对不对 放录音带了 来 等到灵命中的时候 祝念 大声地念 大声念 那时候就不怕人家笑啦 是吧 尽可能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运回来 不要放异焰 放异焰就像丢那个沙眼一样的 那死人 你不相信吗 啊 医生的东西 对不起啊 我讲医生比较重一点的话 你们不要听起来就 就出气了 医生造业是最重的 真的 没死也就死了 没死也就死了 有时候刚愎自用 自己判断错误 又不听别人的劝告 诊断错误了 所以我希望 台大医科的同学这里有啊 有啊 台大医科的有啊 一定有 不要急所急所不好意思 我希望你们奔着佛陀的 大慈大悲的精神 希望你们判断要正确 要正确啊 诊断错误了 完了呢 再来怎么样祝念呢 怎么样祝念呢 我们呢 全身啊 手脚都没有反应了 眼睛也闭上来了 我们开始祝念 用隐庆 不要用木仪 不念经 不念六字佛号 单念阿弥陀佛 记住我的话 不可以只有放录音机 一放人就跑掉了 有人就这样 一放啊 在那边锁灵 无聊 打麻将 打麻将 真的啊 现在我们一直注念了 注念的 看得很痛心 现在来人里之后 怎么不像我说 家长一死了 那也不管他 对不对啊 无聊 打扑克牌 真的很可怜 不可以只用录音机 也不可以说 哎呀 我们练得很累啊 阿爸 你用耳机吧 委屈一下 阿爸 你委屈一下吧 用耳机啊 我扔到大声让你听 不可以啦 那个耳机震动 你怎么知道 他听得烦恼 他又不能讲 所以一定要人在旁边练 一定要人在旁边练 喷到特殊 有人乱叫乱疑 希望你先念 往生咒 108遍 这个我们也有感应过的啦 有一个人啊 他死的时候啊 整个脸都发黑了 嘴巴都不闭起来的 眼睛都是这样子的 是吧 后来他们给他注念 念了八个钟头 没办法了 念了四 我从早上念了 念到下午四点多 后来我去的时候 就跟阿姨们这样不行 他这个眼睛都不闭起来 你怎么 怎么都用这个念呢 我去 你们都不要念 打木影 念往生咒 就念108遍的往生咒 念不到十分钟 眼睛闭上来 我就跟他一直接手 一点跟他加持 不到十分钟 眼睛就闭起来 你说这个用科学怎么解释啊 你讲 用科学能够解释吗 我有一个学生 他的弟弟发生车祸 死了 躺在棺材里面 没有盖棺啊 没有盖棺啊 他的 他的女朋友 后来经过 好像五六天以后才发现的 去 他看到那里面 七孔流血 你怎么解释啊 这就告诉我们 人不只是肉体而已啦 要听圣人的话 我们有精神领域 就是灵魂神世的问题 那么再来 活教是主张 用火葬的 火葬的 中国人呢 一般不能接受这个观念 用土葬的 最好不要写什么 五指铺木啦 千王歌啦 大跳这个脱衣舞啦 这烧什么脂肪啦 烧什么明子啦 我看现在社会的变相了 社会的变相了 爸爸妈妈死了 爷爷奶奶死了 大跳脱衣舞 我一看了 这就是 大家都是色鬼 高雄的报纸有灯呢 高雄的报纸有灯 不晓得你没有看到 有一个神团啊 他们要 要这个庆祝活动啊 他们去面 他神的面前啊 去跟他谍告 所以我们啊 请着这个大戏 歌仔戏啊 来演给神明看啊 你们意识着如何 神也不会讲话嘛 谍告 没有 没有 好 你看另外一个 说我给你做三天五天 演这个大戏啊 歌仔戏啊 一点也没有 后来就啊 这个可能 神明可能希望看这个电影啦 我们演这个路边的电影好了 给你看好了 叠到也没有 后来就想了 不是看大戏就是看电影啊 没办法了 后来有一个人 他是很调皮 就是说 不如叫保护团啦 叫那个来跳 给他看看嘛 你跟他谍告看看嘛 神明会看喜欢这个吗 不如把画面也好 要不然我们叫那个来拖给你看 撒撒撒撒撒撒 我现在连这个 连这个轨道也很流行这个呢 你这样看 悲哀 很悲哀 是真的很悲哀 哎 几点了 要下课了 下课了 好了 那么 我 这个是简单讲 因为这个资料太多了 就讲不完 哎 以后啊 有这个荣幸啊 受台大的邀请啊 我们再来跟诸位接言 谢谢 啊 台大的邀请 谢谢 人生难得 经已得 佛法难闻 经已闻 让佛法注释 普利有情 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 希望大家发心 成为法的传递者 和播种者 将手中的法宝 一化为实 十化为百 让千千万万的众生 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 高雄文书讲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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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